大家好 我是阿天 那先鋒服的團隊已經開始了 然後呢開局的話呢一樣齁 先把戰士術 戰士術洗滿 然後呢遊俠洗滿 然後呢我上的方式呢 我沒有上雙頭啦 因為那個就有點忘記了 我就是直接用東宏女士加上SP的獅子開局 然後SP的射恩開路 那就用這三隻角色呢 我就已經把三級村都佔滿了 那我有試過四級喔 四級我還是不能打齁 這個先鋒服的 那開路也開得差不多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齁 這是地圖的畫面 那地圖的話呢在FB可以下載 大家可以去FB的那個官方齁 那個有提供那個下載的那個 怎麼講呢 高清的圖片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一開始呢 第一隻王在這個地方是埃魯爾德 然後我們簡單來看一下說這個BOSS的屬性 BOSS有沒有什麼屬性啊 沒關係齁 我們就這樣子必殺技點一點喔 因為我現在人在日本 OK 我覺得應該是差不多啦 這個第一個王第二個王的難度 然後第二個王呢 這也是第一個王 血量都是有連在一起的 第二個王呢在這個地方 這裡 OK 這裡還看不到 但是重點是說這邊有三個很像電風扇的東西喔 首先是這一個 這是螺旋槳 你要收集三個碎片之後呢 你才可以坐飛船去天空喔 然後呢 左上方這邊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這是叫做船手 然後呢 然後呢在往BOSS的路線這邊也會有一個 這個叫做船帆 然後最後面呢當你突破 這應該是惡王吧 然後呢在這個地方 這邊就有一個船 那你要起飛的話呢你必須要收集滿三個碎片 就可以到浮空島嶼 那我們可以看到地圖這個地方喔 就跟當時打那個從後一樣會有那個什麼地底 跟這個地面 這邊也是一樣喔這邊是地面但是呢我們還沒有啟動所以不能去天空 OK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喔所以我們就是要規劃路線 走到這邊會合之後呢然後 可能就是派 一個人或是一部分的人 去這邊拿碎片 然後在這邊拿碎片然後大家集合之後呢去打惡王 然後呢這個搭到飛空艇之後呢去天空上面 所以大概團隊應該是這個樣子吧 那我用這個冬猴 還有這個SP的獅子加上SP的聲 也鋪了不少的路 然後呢三級村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我記得可以看塑料有點忘記了 三級村的話呢差不多也 也都站滿了然後剩下這些空地的話都是我鋪路的關係 所以現在呢我們的這一個路線是到這裡我看一下 再幫忙鋪一下路好了 格子滿的是不是 我看一下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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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飯店的網路 等一下等一下 飯店網路好爛喔 我呢 我去 我那個在台灣啊買那個WiFi啊然後去那個什麼就是 迪士尼啊 不知道是不是人太多喔 WiFi完全死掉 快哭出來了 現在那個迪士尼啊 你要下載那個迪士尼的App 然後呢你還可以課金去買那個不用排隊 想說應該過了這個雙十連假 然後呢這個日本也是上班日 哇還是人幾人喔 那個 玩一個遊樂設施要排兩個小時 你如果說你課金的話呢 一個人多花 1500日幣 然後呢就可以省去 應該快有兩個小時的時間吧 所以說有些遊樂設施真的是要課金喔 不然的話呢 我也沒有辦法天天去那個迪士尼 所以 所以只好課金了 可是你要課金呢 他又綁App 然後你連不到網路呢 真的是 非常的非常的麻煩喔 好 反正現在就是鋪路嘛 因為你現在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必須要可以打贏四級城 你才可以這樣子直接走過來 可是我打不贏啊 所以我就走左邊了 這樣子 反正就是稍微幫忙鋪路一下 如果打得贏四級城的先鋪符大大的話呢 就直接走右邊了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我看一下喔 不行呢 這個地方也是會卡四級城的 我走左邊的話呢 我 哇對啊 你如果打得贏四級城的話 你就直接這樣子過來 然後打一個四級城 再往上鋪路 啊這麼卡五級城你當然是要繞一下啦 合 這個地方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